失蹤 桂民海 銅鑼灣書店 自首 李波 事終認罪 由去年十月開始 短短三個月 銅鑼灣書店先後有五人涉嫌失蹤 其中一人李波 更說已被人由本港強行帶回內地 雖然李波的太太說曾經到過內地和李波會面 還說李波現在以證人身份協助調查 但事件早已掀起軒然大波 引起港人與國際關注 事件背後對本港言論和出版自由 究成了甚麼影響 一國兩制究竟是否已敲響了警鐘呢 銅鑼灣書店已出售內地政治敏感書籍 即是所謂禁書而聞名 深受內地旅客的歡迎 按照商業登記 以及公司註冊署的記錄顯示 銅鑼灣書店是由巨流傳媒有限公司所持有 巨流專門發行一些 以揭露中國高層被聞為賣點的政治書籍 公司是由李波的太太蔡嘉平 以及已經失蹤的桂民海 以及鋁波所持有 現在除了書店股東桂民海 鋁波 和書店負責人李波失蹤之外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 以及巨流業務經理張志平 據報導 亦在去年十月中旬同告失蹤 早在去年十一月 我們攝製隊就著四人失蹤的消息 去過銅鑼灣書店 想接觸在那時還未失蹤的李波 打算了解一下事件的來龍去脈 當時在書店見不到李波 而自稱是李波朋友的胡志偉說 他暫時在幫忙看舖 橋透露李波很擔心自身的安危 連書店都不敢回 書店當時還繼續入科 遇上營業 似乎並沒有因為失蹤事件 而有暫停營業的打算 黃佳和李波認識了三十多年 他說李波失蹤前曾與他聯絡 李波說 相信只要自己留在香港便不會出事 所以書店繼續開門做生意 但黃佳估計李波亦因此而惹禍 他兩個伙計都出事了 李波還繼續經營下去 趕快關門 不可以在意 因為你開始對抗 大陸政府覺得你太誇張 所以要教訓一下你 所以讓他用不正確的方式 叫他修煉一點 王佳營運的出版社 曾經出版過幾十本題材敏感的政治書籍 大約十年前 他都曾經與李波、桂文海 合作出版一本 有關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查處的書籍 不過 黃佳坦然 日後未必會再出這類書 就算再出 審視題目的時候 亦會額外小心 自我審查當然要 大家都不想惹事 看看會不會出版到高端的機密 如果覺得不可以出就不出了 黃佳說 據他從同行所得知 內地政府一直有關注 香港出版政治敏感書籍的情況 有時還會出手阻止某些書的出現 這個題目牽涉到中央頂級的手掌 這個題目那本書很敏感 他們到時就和你商量 你多少本印刷 你沒有出街了 我給錢給你 這個是真的情形 回國自首是我個人自願的一種選擇 桂民海 在1月17號現身中央電視台 桂民海承認自己曾經在內地開車撞死人 她又說 今次是自己回內地自首 時事評論員呈場質疑 當局長事件以刑事案包裝 既在模糊視聽 反而出現欲蓋微張的效果 無論中國大陸方面 用甚麼理由 堆砌甚麼罪名給他們 都不要緊 這都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我們關注的重點就是 為何一個在泰國 是可以失蹤 為何一個在香港又失蹤 而這個失蹤 這兩個失蹤 都是令人懷疑 是否有內地的執法人員 越境執法 2005年 晴翔到內地工作的時候 被當局拘捕 其後被指涉及間諜活動 2006年8月 間諜罪成監禁五年 直至2008年初獲得假釋 程翔在自己本書講過 自己被拘留單獨囚禁期間 當局用威逼利誘的手段 逼使他作出不利於自己的功術 威逼包括他提出要打電話給家人 對方便說 除非坦白認罪 否則永遠走不出這間房間 利誘就向程翔表示同情 結果手段奏效 程翔寫下交代書 而這封交代書 後來被當局指為程翔認罪的功詞 作為過來人 程翔說 當局要求涉案人士的認罪方式 近年有所轉變 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 是很慣用 要一些受害人 在電視機面前 指控自己有罪 例如網絡大V 涉盤子 他都是被人 要他在電視機面前 數自己的罪狀 接著我們看到高瑜 又是這樣 在電視機面前 數自己的罪 我自己覺得這種做法 以前甚少見 是習近平上台之後 就是變成一種新常態 由於內地對出版界嚴格控制 令政治敏感書籍 在香港有生存空間 評論中國的時政雜誌 亦受到內地下的追捕 關慶寧 報紙專欄作家 主要站民討論內地社會的問題 基於工作需要 他不時會翻閱這類政論雜誌 還說這類雜誌的存在 是一國兩制的最好體現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治理下的地方 只有香港、澳門有這些雜誌 就是體現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所以說回頭 如果這些雜誌 都會受到勇敢的方法來打擊 就會引起很多人疑慮 對言論自由有沒有保障 不過政論雜誌和禁書一樣 都是面對著嚴峻的考驗 你們以前有沒有賣新圍 新圍和念舖 後來黃先生被拒禁之後 就停了 最初他們做得不錯 無論市場設定點 和定位都很清晰 以前我聽說 在尖沙咀饅頭 他們的暴攤一期可以賣到 300至500本 《新聞語康》和念舖 兩本雜誌的創辦人黃建文 和編輯《倭宗教》 均屬香港居民 2014年5月 被指涉嫌非法經營 在深圳被捕 籌禁一年半之後 去年11月受審 案情指 兩本雜誌接受內地讀者的訂閱 從而獲利6萬多人民幣 按大陸的法律 非法經營 營業額是15萬以上 才可以定得到罪 有6萬多 根本就定不到罪 香港人在香港出雜誌 結果無端端非來橫禍 就說在大陸非法經營 這張照片是當時90年代 我和他一起去廈門 採訪這個遠華有私案 即是賴昌星的案 當時拍的 關慶寧和現在被關押的黃建文 曾經在亞洲週刊共事過 黃建文當時為資深特派員 關慶寧就是負責兩岸新聞的資深編輯 是黃建文的上司 他表示黃建文絕非反共人士 亦非常支持習近平反腐肅貪的工作 只是因此 他發的深圍月刊和《念普》雜誌 不時會有揭發弊案的報道 即是用非法經營罪來打擊報復呢 案件開庭審理時 黃建文再被家控串謀投標 以及行賄兩項經濟罪 關慶寧指 案件表面雖然以經濟罪起訴 但實為政治案件 關慶寧早前又在報章站文透露 至黃建文在20年前 在武漢採訪一宗有關當地官員弊案的時候 他曾被當局拘捕過 而當時 行恐有民建聯提供協助 最終得到釋放 現在黃建文再次伸陷鳴雨 關慶寧蓋探無人過問 我們也問過當年有份滑船的民建聯 對事件的意見 劉達文是正論雜誌前哨的總編輯 他說不會受到黃建文的事件影響 雜誌會按一貫的準則採訪報導 他估計事件和香港23條立法 遙遙無期有關 他就覺得好像梁振英任期內 都不可能立23條 即是從香港用惡法來對付 這些傳媒和出版都不可能 那就用走偏門 用極癲手電來對付 回歸17、18年 越來越好像港獨抬頭 回歸時沒有的 現在好像越來越離心對北京 他們認為要強硬 所以越來越強硬 劉達文也是夏菲爾出版公司的負責人 出版公司出版了不少政治書籍 他最近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 出版社一名員工曾經在去年10月 在內地被人帶走問話 強迫要供出前秀的秘密資料 員工被扣留4小時後才獲釋 前秀在剛剛出版的2月發出聲明 預警一旦雜誌的員工 以及他們的親屬 甚至作者有何不測的話 肯定是中共特工黑警所為 整個出版業大家都憂心忠忠 香港過去不是這樣的 這種環境是很陌生 這種陌生的環境是會對個人的自由 個人的安全帶來很大的威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真的要多點出聲 否則今天是桂民海或者是李波 明天不知道是誰 香港了 一連串的風波會不會令香港出版業 出現寒蟬效應? 事件亦謹深到我們對出版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擔憂 這些自由一旦失守 一國兩制響起的 就不是警鐘 而是喪鐘